这匹小马呀 是新进的 可得喂养好喽 是 明日皇上命各位二个 前来练骑射 都当心着点 这匹小马 就是给八阿哥准备的 马鞍子检查好喽 是 是 千万不能出心大意 是 这匹小马 是 也不太为了 是 那匹小马 也不太为了 这匹小马 这匹小马 你可怎么读啊 这篇文章都学了这么多遍了 你怎么还是记不住啊 你四哥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可比你聪明多了 你还整天就知道 跟着永齐稀里糊涂地玩 仔细地害你 五哥对我很好 傻子 过来 永轩 额娘跟你说的话你可气着了 如今你四哥已经出宫居住了 额娘的儿子里 就只有你年纪最长了 你一定要更加倍地用功 日后帮着你四哥登上太子之位 什么是太子啊 知道就行了 别问了 接着读 申请道 给家贵妃和八阿哥请安 什么事啊 皇上赏了一匹小马给八阿哥 让八阿哥即刻去南苑跑马 太好了 我可以学骑马了 额娘说的话都记着了 去吧 谢谢额娘 永轩 骑马的时候小心些 诸儿 咱们也回去吧 永轩 你坐稳了啊 腿夹紧马肚子 试着让它慢慢跑起来 不用怕 对 就是这样 身体坐直一点儿 你手试着抓着马缰绳 慢慢可以自己骑了 腿夹一下马肚子 使劲 永轩 永轩 快点 永轩 大阿哥 大阿哥 八爹 大阿哥 大阿哥 八爹 没事吧 没事吧 大阿哥 大阿哥 起来 八爹 八爹 你怎么了 八爹 来三家 来三家 滚 八爹 八哥 快 先把他处进行房间 是吧 大阿哥 快快快 快 快快 别别再找太医啊 快 先把他处进行房间 派人去冰冒皇家和皇阿玛 行太医 快点去行太医 行太医 虽说开春了 晚上还是凉 永轩这孩子也不知道冷暖 可别冻着他 还是姐姐周到 先前替永荣做了一身衣裳 淳贵姐姐到现在还念着呢 都是孩子嘛 本宫就多照顾着点 倒是尹贫 年轻气盛 又出生于贵家 一受宠又欲洗 口舌上总是不饶人 他这个性子 怕是要吃亏的 找时间去劝劝他吧 皇后娘娘 皇后娘娘 八阿哥不好了 出什么事了 八阿哥学骑马 可是不知怎么着 从马上摔了下来 疼得昏死过去了 奴才们都是怎么照顾的 当时还有谁在 五阿哥 五阿哥也在 五阿哥离八阿哥最近 五阿哥也想救 可是来不及了 那马就跟疯了似的撩绝子 谁也拦不住 姐姐 你先别着急 永荣人呢 回邪方殿了 此刻太医们正在就职 你去请家贵妃到邪方殿 咱们去瞧瞧 喳瞎 永荣 小心点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我的腿 永荣 快 永荣 娘娘 永荣怎么样了 娘娘 永荣怎么样了 急救 八阿哥腿骨断了 微臣正在医治 请您稍等片刻 腿骨断了 都是你 都是你爱的永荣 家娘娘 都是我不好 是我没有照看好八弟 永荣好歹是你弟 怎么下得去的手 怎么下得去手啊你 家贵妃 那么狠心啊姐 永荣 家贵妃 一定是你 一定是你指使永荣 害的永荣 家贵妃 你这话可不能乱说 你们有什么事冲我来 对王子下手算什么本事 家娘娘 这事是我的错 可不关黄额娘和额娘的事啊 家贵妃 你把话说明白了 我把话说明白了 我倒要问个清楚 为何骗就在 永荣教永荣骑马的时候 马受惊了 为何永荣受伤的时候 是永荣离得罪禁 他拖得了干系吗 永荣教永荣骑马 自然离得他最近 众目睽睽之下 他又能做什么 你是永荣的养母 你当然会偏袒她了 永荣哪有那么好心 将永荣骑马 一定是永荣故意 让马受得惊 永荣讲了永荣的宠爱不顺 而且又来害永荣 要是永荣有个什么 三差两短 我受不了你们 我受不了 江卫妃 你既然觉得本宫 是永荣的养母会有偏私 若本宫处置这件事 你也不会安心的 至于永荣是否牵涉其中 本宫和于妃不会过问 一一交给皇上处置 三宝 奴才在 你去把今日伺候永荣的奴才 拉去盛行司审问 审问的结果不得有偏私 一一回禀皇上 这 微臣给皇后娘娘请安 给各位主儿阿哥请安 巴阿哥如何 回娘娘 巴阿哥的腿断了 微臣已给他喂了药 也绑上了加班 这期间千万不可轻动 永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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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太医 巴阿哥年纪尚幼 容不得丝毫的偏私 必得细心地医治 别落下什么毛病了 是 微臣一定尽心尽力 好 我 你 你 你 我 你